射手就位 射手就位 握射 預備 握射 預備 五八 裝 撞 五八 裝 撞 在九關一個考量一個動作的命令下 這十位學生就是這樣進行軍事法的訓練 為压槍的動作 並且進行瞄準 最后開槍 基本上我就是 按照部隊的那種訓練模式 然後先他們做三角瞄準的部分 三角瞄準的部分做好之後 我再修正他們個人的射擊姿勢 看看是否有凸肩 閉眼 或者是其他的問題 為了要參加這次的比賽 學校原本要派出後隊 但是因為剛才有比賽 之後開槍的學生主要報名 想不到這段十八關 尤其是中尾到歲歲 有更差距離家的女兒 竟然是拿萬分 加入之後對這次的成績覺得怎麼樣 很滿意 很開心 很滿意喔 你打幾分 滿把 都滿把喔 嗯 阿怎麼有辦法這麼厲害 穩定性這麼好 嗯 平常練習啊 這次的成績有沒有覺得很意外 有很意外 怎麼這麼說 其實一開始自己都很緊張 然後也不確定自己是不是真的能達到那個成績 他們其實美容科他們在練習 我有看過他們在練習的時候 他們檢定的時候啊 那種剪刀的握法還有那些 其實都是非常專注 因為他都有在十線內就要完成 所以他也會很認真的想要去做好每個動作 教官由命令表示 雖然這位美容科的女兒看起來很軟 在比賽的過程受到對手的欣賞 不過這種緩分的成績 連做過程的校長也表示真的對不到 我們這個太強了啦 太厲害了 因為175公尺太遠了 像我們看都看不清楚 結果他們竟然能夠十個 十個都滿把 而且不只一次滿把 還有兩次三次以上的滿把 這不簡單 這十位對完來自學校的餐飲戶 美容美化戶 用二戶頂章 雖然不把握過槍 但是他們剛才有天翻 經過專業的訓練 結果的成績真正是讓人哭怒 既然歡迎觀察方報道